一个方向盘就能控制汽车走向 飞机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从起飞巡航到降落是怎么控制的了 大家好 我是秀飞机的莫里师傅 为了科普这个飞机的飞行原理 我特意做了一次飞机 视频是多机型混减 不过它们的操作都大同小异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飞机是怎么起飞的 现在飞机已经停到了跑道的尽头 开始向前推油闷杆 加大发动机推力 此时的发动机声音会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客舱的你会感觉到很强的推背感 飞机的滑跑速度也越来越快 期间有一个决断速度 低于决断速度就能中止起飞 可以看到画面有微微的一颤 这就是达到抬轮速度之后 驾驶舱操作飞机抬起前轮 随后整个飞机进入空中开始爬升 机长开始操作起落架收放手柄 将起落架收入轮舱内部 此时新系的旅客可以听见 液压泵工作所产生的声音 爬升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 我们现在要追求飞机的速度 此时操作颈风翼收放手柄 将颈风翼收到零位 注意观察机翼的变化哦 现在的飞行高度已经是8000米以上 飞机正处于空中巡航状态 此时向右搬动驾驶舱侧赶 或驾驶盘 右侧腹翼向上微微偏转 左侧腹翼向下微微偏转 飞机开始向右产生横滚 同时驾驶舱向前灯 右侧脚灯使尾部的方向度向右偏转 两个操作搭配起来 就能完美的控制飞机的转弯 一目的机场已经不远了 开始放出紧翼 减小速度增大胜利 此时还需要对飞机的航向 做最后的调整 使机头对准跑道 和前面向右转弯是相反的操作 我们向左搬动侧赶 向前登出左侧的脚灯 飞机开始大角度的改变航向 距离目离机场的高度和距离更小了 我们放出更多的紧翼来用于减速和增生 飞行高度再次降低即将进入机场区域 重复上面的操作将紧风翼开度达到更大的位置 此时的机腹下部会响起液压泵的声音 它是放出紧风翼和打开轮舱 放出起落架的液压泵工作声音 现在飞机上的所有设置已经是降落的构型设置了 飞机开始进入跑道区域 驾驶舱已经开始读高度 飞机的机轮即将出力 降落的一瞬间我们立即打开所有的减速板 油门杆向后拉出放出反推 这个时候和起飞的推背感相反 你会感觉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包括刹车反推等所有的减速装置都在工作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在短时间内将飞机的速度给摁下来 现在看到的就是减速板向上打开 紧风翼向下放出的样子 飞机的速度已经减下来了 现在不需要这些了 开始收回减速板和紧风翼 最后就是操作脚灯或转弯手篮 控制飞机地面转弯 紧张且刺激的空中飞行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分享主要面向大众 讲得很浅显 飞机的飞行控制远不及我讲的这么简单 但是大概原理就是这样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看一下鸟机